大家好 我是社會中心的寬斬 這是我們轉型網路後 推出了第一個單元的新影片 未來我們會持續在頻道上 推出各種討論內容的新影片 如果大家還沒有訂閱中天頻道 趕快去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會持續收到 各種優質影片的通知 另外我們今天也特別感謝 以拿創查的獨家贊助支持 讓我們可以多活幾天 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 今天的評論 2020年11月 在台灣中部山區的古關 發生了一起離奇的失蹤案 一名男子先自詭異地 深夜闖入了中橫隧道 機跑消失在隧道中 接著41天人間蒸發 警銷動用所有可用的資源 地毯式搜山 一無所獲 當所有人都認為他已經遭遇殺害 一名泰雅族獵人上山打獵 卻意外在一處山洞發現了他 他竟一個人在山中 疑似紙喝水 奇蹟地活了41天 連醫生都不敢執行 37歲的邱欣男子 原本是在家裡幫忙運送家具 在今年11月初的時候 突然說自己身體不舒服 跟家裡請個假 突然消失 接著下一次他被發現的時候 居然跑到210公里外的 中橫公路德基管制站 而當時就這麼拍下一段 詭異的影像 邱欣男子像是被人追殺 大喊之後 丟下摩托車 朝隧道內 沒命的一路狂奔 消失在黑暗中 接著宛如人間蒸發 來看看相對位置 請假當天他人在新竹 一個人騎著摩托車 深夜一路往德基管制站 這一路至少得騎超過200公里以上 不休息得騎5個半小時 他為何突然跑到這兒 又喊出有歹徒追我 這樣奇怪的話語 讓管制人員第一時間是相當莫名 由於這個地方是管制站 邱欣男子跑入黑暗中就消失了 從此失去音訊超過一個月 在台南地區山區的失蹤事件 通常會跟一個民間傳說 魔神宅有關 也就是台語說的魔神娜 這類情況都是落單的人 不明原因 彷彿被什麼不明生物 引導到深山中 而這類的被害人 一部分會完全消失 一部分最後會在詭異的地方被發現 由於完全沒有進食 身體報受 過救的時候也完全無法描述 自己為什麼會出現在深山中 甚至有些人會描述自己 是被邀請上山去開派對 而被發現的時候 不曉得為什麼會出現在 在荒郊野外 由於這些傳說 都伴隨了許多的靈異 穿著附會 也無法用科學解釋 因此傳奇的色彩相當濃厚 來看看現場的位置圖 當時影片中看到的隧道口 其實是在管制區內 用Google Map的尋找 是完全沒有顯示圖像的 而當時他跑進去隧道 監視器畫面卻沒有拍到他出來 因此警方合理懷疑 他是不是直接跳下或滾落 這將近100米高的山崖 因此朝山谷下全力搜救探勘 甚至還出動了搜救圈 而警方懷疑他跳下的山崖 就是在隧道中斷的這個位置 底下就是大甲溪的河床 可是搜救進度卻一直沒有下溫 由於失蹤時間太長 家屬祭出了50萬的懸賞 甚至還公布了當天他失蹤時的照片 可是卻完全沒有消息 僅僅是在第二天搜索的時候 發現了一紙沾滿血跡的白色安全帽 之後在山上搜索的人員不斷減少 而家屬認定秋季男子一定是遭遇他殺 發生不幸 不瞞警方竟然消極處理 在搜救進度到第三十三天的時候 到台中地檢署案鈴控告 谷官派出所長涉嫌堵職 隧道裡面被管制人員帶走 百分之百 这已經確定了 這是他殺 是刑案所長呢 就是不辦他們 沒有任何動作 一直拖到今天已經30多天了 都沒有完全對管制人員 什麼動作完全都沒有 家屬認為 全案就是凶殺 要求檢方進行調查 不料才過了一個星期 失蹤41天的秋季男子被找到了 是英雄獵人 幫你弄了 就是你啊 對不對 因為我在 就是他一命 因為我從 一路上我看到動物 好 吃東西啦 好會 我會 等一下再講了 等一下再講了 你先慢慢吃 休息一下 好 其實你先坐著 應該就是他的嘛 秋季男子被發現時 全身虛弱 暴瘦20公斤 眼眶整個凹陷 躺在一大塊防水部裡頭休息 現在最想做什麼 吃整滴洗澡 嗯 肚子會餓嗎 對啊 你知道過了40天嗎 沒有 過了幾天吧 那你這幾天都在哪邊 找東西吃啊 你吃什麼東西過火的 找不到啊 找不到怎麼撐那麼久 喝水啊 只靠喝水嗎 沒有 那你有試圖找人求救過嗎 那根本找不到人啊 那只有找到一些猴子 猴子會想怕嗎 你可以講一下 你當初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會跑那麼久 酒山玩水好玩 酒山玩水嗎 酒山玩水嗎 你從新竹一路騎車到海中的嗎 好有啊 在低溫只有10度的山上 很難想像 他就這樣沒有食物度過了41天 疑似只有喝水跟生吃 西中的西鄉 天 走了 因為什麼 脫水 他沒辦法動 不吃 瘦了吧 穿一條內褲又冷 命大 浮又大 又噴到我 他真的命大不大 一般下去都 都走了 所以他可以火 我覺得是奇蹟啊 我嚇一跳 然後我會叫他嘛 他會抬頭看我的時候 當下我也差一點內奔 我會感動 他礦物質嘛 可能有吃一些 涉及一些吃 所以沒事 所以他也算運氣好 三千歲 對 三千歲 對 因為他裡面還有礦物質嘛 所以有可能他會溫 人被找到了 原本他殺的嫌疑也被排除 誤會警方的家屬 在鏡頭前 深深地欲職供道歉 只是為什麼他要突然跑到這個山區 秋南還無法好好表達 只說想減幾萬塊錢 不小心掉下去 但其實整體搜救行動 已經有人早就察覺不對勁 做出審預測 這是他所跑的路線 他一直往下游走 走到底 那到古關坡這邊 一有水沒辦法過去 他就繞到這邊過來 又回到這裡 然後在這裡他有逗留的跡象 然後有躲藏的跡象 可能精神症症他有問題 可能不肯定 那他受到驚嚇他還是在這邊躲 在這邊流竄 建議就是說停止搜索 其實在搜救的前半段 有一名民間知名的搜救犬專家 也加入了搜救 他曾經因為參與了震驚台灣社會的 華山分屍案 協助尋找慘遭分屍而失蹤的死者 搜救過程中早就察覺兇手 而聲明大噪 這之後我們會再跟大家聊 而他在這起古關搜救當中 早就發現了這秋信男子的失蹤動機 就是躲避人群 提出警告不要在大規模搜索 卻遭家屬痛斥 因此退出了搜救團隊 他是在躲藏 這時候我們找的方式就不一樣了 大家就是隱密起來 開始觀察 就是說喬裝下去 不要一大堆人下去 因為家屬比較擠 所以說會變成家屬在主導 因為你在沒有任何的跡證之下 官方他也沒辦法游手作為 免許家屬早點聽從專家的建議 早就能順利的找出秋南 也不會誤會警方 而幸好最後人是平安獲救 但至於為什麼失蹤前會跑去 那個地方有這樣詭異的舉動 恐怕還是只有本人才知道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高零商 挑選